今天的E.T.個股推介是 中海油883 經濟日報的投資熱華組簡選原因是 油價預料維持高企 目前布蘭特旗油每桶93美元 摩根大通說 若果出現供應緊張的情況 明年油價追偶劍每桶150美元 潛載升幅達到6.1 高盛亦上調第四季和明年第一季 油價達到每桶110和115美元 潛載升幅1.8和2.4 港股三大油企之中 中海油因為成本優勢 和對油價敏感度高可以提高一線 中海油會有下星期四公佈第三季業績 日前已發營起 預計頭三季的盈利增長超過一倍 介乎1,078億至1,098億人民幣 主要是期內油價大幅攀升 集團加大油氣產量 到同期歷史新高 和生產效益提升 中海油上半年的油氣淨產量 按年升9.6% 若下半年維持相近的增幅 全年產量達到6億2,800萬桶 超標完成今年目標上限的6億1,000萬桶 按集團組前計劃 明年產量會提升到6億4,000萬 到6億5,000萬桶 股息方面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中石化息率最高 2022年至2024年 都保持12厘以上 中海油息率是14.5、11.6和10.3厘 中石油息率是11.3、9.5和8.3厘 由於目前沒有風險回報率接近4厘 三家油企價股息依然吸引 策略上 中海油今年以來沿著上升軌走高 累積升超過六成 過去2個月在9.8水平增持 求資者可以在這個位置小柱級 短線上網9月高位大約10.5 中長線上網大行平均目標價14元 跌穿上升軌大約9.5就減遲